欢迎收听飞体店才 优服Sports Show 我是黄丹妮 欢迎欢迎来优服Sports Show 本节目是由续川腰体系运动 依序中心飞的毛共同制作 我是黄丹妮 水上的运动 水上的赛事有非常非常多种 比方说就是个人的球类的 像水球 或者是一些像是冲浪 甚至就是你开船这一种 那今天我们要访问的 其实黄丹妮好像需要再更多更多的教育 一个滑水的一个运动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呢 就是台北市滑水协会的副理事长Sammy 以及滑水牙锦赛的总教练Hunter 也是嘻嘻哈哈滑水教练 共同专办的两位来节目当中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Sammy 我是Hunter 这个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只要是跟水的 是不是就这么的阳光 这么的这么的这个你知道吗 很Golden Brown 很Sunshine的那种感觉 大部分大家去我们学校都说 哇我是来到冲绳还是到哪里吗 そうですね 就会开始三卫星就出现了 对不对 我总觉得开始有黑糖的感觉 这个都很黑 就是是不是因为你们的这个赛事运动 都要接触到这个海域啊 或者什么 就常常会有这样子的 对所以看起来会比较chill一点 比较chill嘛对不对 就好像好像夏威夷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是这样你可以分得出来 如果是嫩咖的话一定是白的 是不是 基本上是这样子 好的 今天呢我们要访问两位就是讲有关于滑水这件事情 那能不能先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滑水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因为两位共同穿到这个嘻嘻哈哈滑水学校 我们之后会再来讲 那滑水这个运动是什么 是这样 其实现在很多人其实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滑水 很多人说你去玩滑水道啊 还是滑船啊 还是去冲浪啊 对我们只想到鸭子 还没有办法联想到什么叫做滑水运动 所以简单来讲 滑水运动它就是透过一个动力 透过绳子的拉力 然后使人在水面上滑行 这是叫做滑水 一般正常很多常看到就是用快艇在拖曳的 可能有些人是用水上摩托车 然后还有电动缆绳 最近有看到一个影片 它是用那个空拍机 哇那怎么啦 那空拍机的拉力应该很弱吧 一个人可以啊 其实当你板子有动力的时候 它的阻力已经没有很多了 因为是在水面上嘛 对不对 它阻力是很小 所以这个好像 我慢慢有这个印象了 就是好像有一些从YouTube里面会看到 就是从船上拍往后 不管是在淡水河 还是在一些的河域当中就可以玩 就是因为船过去之后 是不是还有就是波纹 然后你就可以拉着那个绳子 去做一些运动这样子 对 是那就是滑水运动 对 机器不同 它所造的浪不同 所以刚才有说用水上摩托车 然后也用快艇 那当然是用运动赛艇 它的浪是最大的 造出来的那个障碍 等于是让四项障碍台一样 让大家去跳跃去旋转这样子 哦 所以它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它的跳跃的一个怎么讲 方式技巧 就是在比方说 它的一个得分 对 如果比赛就是得分的那种方式 对 很像体操 很像体操 那一般人如果要学的话 通常要怎么开始 一般人其实还蛮好开始 因为我们这几年接触的年纪 已经从四岁到六十几岁都有人学 六十几岁也有 对对 这骨质要先吃 钙质要先吃 原则上我们就是推广用快艇运动 所以快艇后面有两种运动 一个是宽板滑水 就是wagboarding 它就是有鞋子有biding 然后你拉着绳子 你可以做空翻 你可以做旋转 就像体操一样 就是它的那个等于就是有鞋子 是黏在那个板子上 跟雪板很像 哦跟雪板很 所以它不会滑掉的意思了 对 对 那另外一种是最近非常流行 在美国已经流行七八年 在亚洲大概四五年 很热弱的是快艇冲浪 就是wag surfing 就是你再也不用去海边等浪 那你再用船后面的浪 然后来练习 那一开始起滑 还是拉着绳子 等到你顺了之后 你就可以跟着浪一起滑行 那很多海边的浪人也来这边练习 等于是相辅相成这样子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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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感觉起来它是一个很 怎么讲 很充满热情的一个运动赛事啊 对 香港最近就有一个83岁 83岁 对 它的点阅率特别高 83岁 83岁的 我知道现在的那个长者啊 开始会玩这些什么极限运动的越来越多 哇 很难跟他这个玩的方式就是说 他可以从半途出家了 不一定就很早 因为慢慢的都可以接触是这样吗 没有问题 因为呃 目前两项应动一个是宽版滑水 一个是快艇冲浪 对对对对 那冲击力比较小的是快艇冲浪 所以年纪比较大的 我们会推荐他做快艇冲浪 OK 所以两位其实刚刚讲的 好像我听得出来 两位其实都是可以有教练 去教证人家怎么滑这个 没有错 这个是要执照对不对 对 在中华民国滑水协会 他就会做一个滑水教练 跟裁判的一个资格申请 滑水协会 这是我还反而第一次听到 滑水协会他成立多久了 之前是叫滑水协会 但是因为现在滑水的种类很多 所以现在已经叫做 中华民国滑水总会 总会 对那滑水协会成立在民国六十几年 以前大概比较有印象 就是像ski一样玩双板 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民国六十几年 他们大概就是在推这个 Water Ski Water Ski Water Ski就包含 大概三类四类的滑水运动 就是用比较长的那种板子 哇塞 那您刚刚讲民国六十几年 那已经有一定的一个时程了 推广了那么久的时间 但是因为中断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以前是在水库 在做推广 然后因为之前有法令水库法的关系 造成现在就是整个 没有地方可以滑水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他中间有断掉 可是你们是之后才慢慢接触到 对不对 对 看起来你们两个都从踏学刚毕业 这个我们来先问一下 Hunter 你呃 现在您是这个滑水亚锦赛的这个总教练 那当初你怎么会接触到这个运动呢 2006年的时候在微风运河 新北市政府 他就是做一个人造的运河 在二重书红道 OK 就是让很多水上运动 可以在这边做推广练习 那当初就是我们现在的荣誉理事长林廷翔 他以前是选手也是有兼教练 他就想要重新来发展这个运动 那刚好我的好朋友 他就是在里面工作这样 对他就开始带我接触这个运动 他会讲 诶Hunter 要不要一起来玩这样子 对 你之前有玩其他的运动赛事吗 我在滑水之前我是蜻蜓的国手 蜻蜓的啊 对 国手 对对对 哇 所以说你是你是跳了另一个运动赛事了 对对对 在大学之前 国二就开始接触蜻蜓运动 然后也是到世界各地去做比赛 蜻蜓的话就是坐在庭 然后就是拿奖的那一种 对对对 就像独木舟那种 那你跳的话 你的那个本来蜻蜓的这个队员会不会说 你为什么离开我们那种感觉 是是是这个滑水运动有什么魔力让你转换的 因为他就像一个个人的秀 因为像wagboard他就是在船后面拖嘛 嗯 他会利用后面的尾让 嗯 让你飞在空中做一些空翻转体的动作 还可以空翻 对 哦 感觉好像好像很high 就算失败了好像是水不会痛哦 嗯 呃 当然速度在坏的时候 哦 还是像撞墙一样啦 对不对 就像你在跳水 哦 跳水整个身体趴下去 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 其实是痛的 我有看过blooper 我好像撞到墙了就停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 你还是会保护到自己 可是你觉得说那个是个个人秀 对 所以你刚接触的时候也是 瓶瓶瓶瓶的那种乱 当然 像wagboard他就是 他很多动作可以让你一步一步慢慢学习 所以当你学会动作 你就开始慢慢有成就感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大学 对大学刚毕业 刚毕业那时候 然后呢你练了一年 然后就开始去参加歌词的比赛 对你是发现说这个不只是兴趣 我本来也我本来是清廷的国手 我要靠这个来去打遍天下 对可能当那时候可能因为身体的激励状态都很好 然后再加上在国小的时候 我是公正国小的体育班 国小是练体操的 对于那些空翻转体会有基本的身体的能力 就已经是自然反应了 他是台湾滑水传奇 传奇啊 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传奇就是不会再看到了 没有这种没有这种人才了吗 你怎么这么可能呢 所以那个时候你去比赛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 算是黑马吗 在各国的那个角度来讲 对就是其实当初只有练了一年多 然后就去参加了世界运动会 虽然成绩不是真的很好 但是各国的选手都会有觉得说 台湾怎么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选手这样子 是 对对对 那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变成算是 因为那时候世界各国的这种滑水赛事 就已经很盛行了吗 都发展很久 台湾算是亚洲比较慢的在世界上 所以当了算是选手之后 你想要发展这个继续的练 然后开始去培养这样子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运动 但是别人看到我黑黑的都说 哎呦冲浪哦 然后说什么 然后说滑水 然后大家还是听不懂 对我们刚刚也是花了一点时间才了解 滑水 好像鸭子一样 对对对 鸭子滑水 结果原来是绳子 有点像是那种什么 有点surfing 但是是有那个绳子在绑子这样子跳这种 对 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 那么多人不知道这样的运动 我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在玩什么东西 那你在比赛的时候 或者是有没有哪一刻 其实你觉得是最痛快的 比方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个赛事 最痛快就是当你可以把你的 所有最完美的动作呈现给裁判 呈现给观众 那时候那个感觉是非常棒的 你的独门特技是哪一个 他的独门特技是哪一个你知道 他的特技是超人飞 超人飞 对 是怎么 是说拉着绳子可是脚是往后 欸你很聪明耶 对对对对 我真的是这样子 对了 我又想说超人飞不就是一直线 然后呢就是可能是不是要跳起来 然后刚好就是这样 对他手拉着绳子 但他另外一只手还可以抓后面的板子 但他人是平行的 哇还抓板子 嗯 对 这是你怎么办到的啊 超人飞是一个很有张力的动作 对 对那他会飞很高 就就像是那个什么摩托车有没有 摩托车不是跳起来 然后抓然后再回来 可是抓不回来就再见 对对对 就这样 砰 对啊然后板子不知道在哪里去这样子 对 你那个这个练多久啊 呃 基本没有抓板的部分其实 大概练了两个月吧 哦 光一个就练两个月 对 SAMMY你有试过吗 我没有 哈哈哈哈 就觉得说这傻啦 超人飞就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做 去尝试这个动作 哇成功的时候应该是大家轻忽吧 而且是在那种正式赛事的时候 对 你有在正式赛事成功吗 我有在正式赛事成功 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第一次在比赛完成这个动作嘛 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是第一次在比赛中失败 不是 哈哈哈哈 你失败 失败你就说啊我让我沉在水里好了 我不要讲这样 因为那次是比2009年的世界锦标赛 然后我第一个动作我想要做非常大的动作 然后所以我就安排了超人飞的动作 OK 所以当这个动作失败的时候 落水我整个后面的颈椎撞到水面上 哎呦 对所以那时候上半身有点麻痹的感觉这样子 啊 对 受伤耶 嗯 你是脖子先找到水里去 对 哇塞 那那时候怎么办呢 那时候就是送送送医院啊 直接就被抬出去 哎这个还是这被抬出去 你之后有看重播吗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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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重播 对 那那个什么 然后讲评员有说什么吗 那我们的 那我们的 哦 哦 Jeezus OK OK 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其实落水画面大家也都蛮喜欢的 哈哈哈哈 啊对 就是好像人家有时候不是看着到沼地的时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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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得很惨 大家也是很爱看 对 摔得很惨 可是选手应该希望是成功那一块 当然 比方说你的那个真的成功的时候 你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哦耶 这样子 对啊 对啊 这个是 会很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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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很多的训练 那我们来去问就是 Sammy 你又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你本身其实不是从事体育的吗 不是 我是金融业李小姐 金融业李小姐 不好意思 我要那个存账存折 是这样子的 是吧 你本身是会计 金融 这方面数字的 对 你之前在学校不是体育班的那种 嗯不是 但是只是我很小就从事水上运动 我十三岁的时候就考海浪救生员 应该是海浪救生协会里面最小的小朋友 对 十三岁就考了 对那我考的第一次我已经过了 他说要十五岁才能发症 对于是我又十五岁再去考一次 但是我我是最小的 所以他也是另一种传奇啊 是不是 你们两个都是滑水界的传奇吧 十三岁就为什么对水这么的有热情 我特别喜欢水 因为我觉得水上的人的个性就是我喜欢的 水上的个性 然后很开朗 水人的个性是什么 很开朗 对 就跟夏威夷冲绳一样的意思是吗 差不多 对 那这个当然就是水上的运动有非常非常多种类嘛 比方就是说这个滑水啦 然后就是什么 还什么把水上马拉松啊 然后水球啦什么之类 特别什么样子因缘忌讳让你进入到滑水这个运动赛事 在海浪救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姐她是在做滑水 对 对那那个时候我要去找 但是没有找到 所以我中间就经历了冲浪 然后潜水 很多的年姿 对年姿 就是什么水你都玩过这样子 对那一直到我上班我才 才认识滑水 上班你说在金融界上班 嗯我第一年上班才认识滑水 哦是哦 那反而好像是姻缘机会又回来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这个运动是我遇过最难的运动 我觉得太棒了我要挑战它 所以我越难越想挑战 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转一圈这么难 哦你那时候因为男性可能转一圈跟女性都可能办到 但是有会有差别吗 倒是没有只是它这个运动特别难 这个运动特别难 嗯为什么它转如果说像我们在陆地上挑一圈跟水上挑一圈 它的难度在差在哪里 对啊你看体操要旋转一圈就已经有难度了 更何况你是水是这么不平稳的 对然后前面开船的动力它可能速度又会因为水矿 不管你是河或是湖它会有点改变 那么多的变数里面你自己的身体稳定要非常的高 诶那个是个team对不对 就是说你那个在骑摩托车你就可能要跟他喊 加快这个时候你就说你才有那个浪才能转过去 对比赛的时候是只有个人选手 然后驾驶是赛事指定的 但是练习的时候平常会跟着一个教练或者是固定的驾驶 我以为就像是高尔夫一样你有赶地 然后那个骑摩托车就是你赶地说 OK待会呢第10秒的时候你就加快我就要挑战一种 不行这样会作弊 这个不行啊 对 不然我觉得很有趣啊 好然后接着就是说你本来在金融业上班 然后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又回归到滑水这个运动 对我本来从我很习惯的就是六日 我一定去从事水上火动改成了滑水运动 然后因为需要练习 因为比赛之后成绩很好 然后我想说也不意外啊 因为我就是很喜欢运动嘛 所以我的背景是从业余选手开始的 你从业余就开始参加比赛 对然后Hunter他是本来就是国手 他就是职业选手 所以那时候认识的吗 就是你是什么时候认识 两位什么时候认识的 2009年 2009年就是你在做飞人的时候认识的 你是因为看到他说哇 这个小这个家伙太强了 是这样吗 我没有特别注意他 你没有特别注意他 你会注意的是女性的选手怎么样打败其他人是吧 对 哦原来如此 你知道因为有些赛事他有很多的装备 你知道吗好像都看不到对方 像那种旗舰或者是美式 像这种滑水基本上就是海阔天空啊 对 看着这个就算下雨天也会玩吗 对 没有打雷 滑水 对啊不要打雷都可以玩 哦 下雨因为你本来就会是在水里面 所以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雨太大的话你会眼睛张不开 啊就是一直打下去这样子 对所以可能雨太大也没有办法 而且下雨跟非下雨 如果有比赛比就办赛之后他们是不会挺的对吧 不挺 所以你们也要去看就是如果下雨的话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去抓那个还是哪些危险的动作 像你那个超人应该抓不住了吧 可以 哦你还是可以哦 你手势有多少简啊 哈哈哈哈 这种我会找很多简 哦 主要还是注重于技巧的方面 哦技巧方面OK 好 刚刚那个Semi有刚刚提到就是说手上有很多简对不对 也就是说当你们在做这个运动赛事的时候本来是从业余或者是从一个兴趣 啊那你本身就是这个国手 所以啊Hunter你家人应该就是会蛮支持你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赛事只要安全就好 呃对 小时候因为坐不住啊 国小的时候他们就送我去体操 呃对然后后来到了国中之后 然后也是在我附近的学校 哦体操本来是体操啊 对对对 所以翻古门男孩本来是你 呃对我是他学弟 真的啊我还在这场 但是你对于体操就没有什么兴趣 应该是说因为那时候就是也是因为运动伤害 韧带撕裂 哦小时候就韧带撕裂 对 是什么动作还是方式 就是做一个空翻的动作 啊对 但是很好笑的不是在练习的过程是 跟我家人去爬山 爬山然后爬到山顶在那边翻来翻去结果撕裂 就是这样 那你爸爸怎么说啊 很抱歉啊 小孩啊 我不是过来的这种感觉 小小时候都自己坐公车去学校 然后就脚打石膏不方便就去我家附近 回我家附近的学校 那时候就中断了 然后到国中才开始又接触清廷 哦所以就是从那地方转换 算是姻缘忌讳了 对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你本身就是 但是家人从小就希望说那你既然做不住就做一些体育运动用的东西 但基本上你也很专心在那也不错 对 Semi就不一样了啊 嗯 您是这个哦 金融业 这种百万年薪 那家人就是说好极了 这种我的女儿就已经从这个从美貌 从这个技术知识智慧什么都有了 诶你要去滑水 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吗 呃就是从小有玩水的习惯 所以他们对于我从事滑水运动 没有任何的意见 哦没有意见对 但是如果要从事工作的话 他们就非常大意见 我意见转换了哦 哈哈哈哈 你是要什么样 你当娱乐说OK六日OK 他一到五也都要 嗯 所以当我要决定就是辞掉我的工作 然后我要专心来推广的时候 对对对 这是我从小到大 呃唯一一次没有跟家人沟通的 我当然有时候 我听了很多次觉得说 选手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跟家人有那种 有的是沟通 然后有的是不同才继续做 有的是不沟通还继续做 因为沟通肯定失败了 干脆先不要沟通 因为之前有讲过对不对 嗯对 因为我从小就北女中嘛 然后也有中心法商 然后交通大学 哦 然后都一直是念财经会计 然后 哇塞 嗯 学业一直很好 嗯对 所以家人一直以为就是我应该好好的走这个路 其实我已经工作11年才辞职 哦工作11年才辞职 嗯 那你为什么看起来像那个大学刚毕业 所以滑水会比较年轻 是哦就是那种心情啊 所以当你在那个要辞职的时候 因为之前可能你有在边洗盘子的时候 爸那个如果我做整治 什么 啊没讲当我没讲这样子 有有类似 有类似吗 对 但是因为我是业余选手 所以我很推广大家 不要觉得说今天可能你今天在收听你也是上班族 对 你一定可以跟我一样 嗯 因为我很早以前都是每天上班都是 他们的教练都是七点帮我开船 啊 对 所以我们学校现在有早班 嗯嗯嗯嗯嗯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以前的我 哦就你以前就是上班族早上去去玩这个赛事的 对那因为以前有餐有被选拔嘛 所以我们就选上国手然后要比赛要练习 但我要上班我没有时间所以我的时间是从早上七点的时间 甚至有时候是中午午休我从信义区赶到微风运河 然后练一个小时赶快冲洗我一边我的强项就是一边开车一边化妆一边换衣服 为了这个又是另一个赛事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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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觉 对 早上只要摔完水就想說 哇,等一下不可能有比這更痛的了 或是老闆念你,你也沒有感覺 是這樣子啊 就算金融風暴也不干我的事 有一點挫折 隔天反正早上又要去摔水了 所以就OK 你幾乎是每天啊 嗯,很勤勞 最三...平日大概三到四天 然後假日六日是整天都會待在水邊 所以當他要去選拔國手 你有沒有覺得說 欸,你真的要去做嗎? 這叫素人國手的意思嗎? 嗯,我是 哇塞 那你有支持,鼓勵他就是說 你要再練好什麼東西 他的那個特技是什麼? 他很... 擅長的 他就是抓板做轉體 轉體 可以做得蠻大 因為我比較矮 哦,比較容易抓得到 啊,比較短 就像街舞越矮的人 越能夠翻滾那種感覺 滑水運動一樣 身體比較短小的比較有優勢 板子對你來講就是也是選比較 會有比較長 剛剛有提過嘛 就不太一樣的 就可以選比較短的板子 板子主要是取決於重量啦 對,重量 重量 對 重量跟身高也有關係 啊 對 所以像那個Sanny 你的重... 我能講你身高嗎? 就以你的這個就是身高的話 通常是多重的這個板子比較適合 就是一般的 比如說寬板的話 先講有鞋子的 大概是129公分 大人的話到男生可能140幾公分 那我就會是落在129、132公分 哦 就是有還是有這個規範 那如果像一般男性呢? 男性的話正常大概都在138 到142左右 142 所以就等於比身高再矮一些些的那種板子就好 對 那太...有沒有就是說比身高長的板子那種 就那個就很不太好適合 沒有 沒有 太大了 太笨重了 笨重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好像有在美國那看過就是 它板子不是那麼長 就那個圓盤這樣子就在下面 然後可以轉 就是有這樣子的東西 叫圓盤滑水 圓盤滑水 就好像在炒鍋有沒有 就是你在炒鍋那邊轉的那種 對對對 也是有是不是 有有有 OK 所以兩位那時候在就是參加國手的時候 你能不能再回憶一下就是說 第一次 像Sanny你第一次參加國手 你去參加這個國際比賽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什麼 你本來就是就是上班族 我是壓力很大的金融業者 然後突然去 真的變成國手之後 你去比賽的那個狀況 我很興奮 因為我從小就想當運動員 只是因為功課很好 所以家人就說 那你去要去做什麼做什麼 但我心裡面就覺得 我想要當運動員 所以當我上班族 我還當運動員 我很開心說 媽我當國手了 之類的 他們有說什麼嗎 他們就用冷冷的 啊 國手 所以我們現在培育了很多國手 我可以感受到他們 有些是素人 他們的興奮 我就可以完全的體會 那你也會跟他們講說 怎麼樣去跟家人去溝通嗎 這件事情 如果有遇到障礙的人會 尤其是我們有很多實習生 就是我們有跟台北大學的運動休閒管理系配合 就是我們願意培育他 讓他變成一個教練 或者是用一個選手 那過程中就有人好喜歡 可是家人很反對 很多啊 因為最近我有訪問過很多像是那個 一個叫球學的一個網站 他們是在專門做男子高中籃球聯賽的 那他注重的是教育這件事情 因為台灣好像把體育跟學術分的很很清楚啊 那這個情況其實慢慢就融合 其實是未來這個教小朋友的一個態勢 那就是說你喜歡運動沒關係 但是要懂得那個教 那個就是你的那個上課也要很清楚 那有人就是說你上 你那個上課很好 可是你要懂得體育這樣才能夠平衡 所以有些學員 你慢慢招說是不是也要 也有跟他們講就是說 不要就是好像就偏一邊偏太多這樣子 對尤其你喜歡一個運動就是 我最常跟他們說是 你要看起來很輕鬆 你必須非常的努力 你必須要熬出頭 你必須要很好的成績 別人才能肯定你 像之前我的父親就 嗯 並不很支持 但是現在他看到我們做了那麼多 他就到處跟別人說 這是我女兒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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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當前面大家在阻攔你的時候 你不用想那麼多 你想要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然後大家就會支持你 而且一個運動賽事 是不是要不同的專業 就是說從財經啊 從行銷啊 從我們共同來發展 這個是比較容易一點 對啊 單純這個運動做好 可能別人不一定看得到 所以你要想說怎麼在各個平台 各個媒體去做這個曝光 嗯嗯嗯嗯 那想問一下Hunter 就是說你從這個國手當中 當了教練 但那個轉換的過程 就是說看台灣的 像你的學生啊 Semi這樣子發展 你會覺得就是台灣其實在滑水這個 他也可以變成國手 可以也可以為國爭光 為自己爭光這件事情 你覺得是怎麼樣子來推廣這件事 呃就是對於 培養這個選手 他們對於這個運動的興趣 對 對那 我覺得就是在教學的部分很重要 是 現在比較我覺得比較欠缺的是 從小朋友開始訓練的 小朋友喔 對 因為兩位好像都是從高中啊大學啊 大學啊 畢業才開始 當那個專員啊 才開始這樣 這樣子 對 因為國外好像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對 可以告訴 其實每一項運動 基本上都是 都是嘛對不對 都是必須從小開始訓練 像國外的滑水的這個發展的話 每個國家他們是怎麼樣子去去發展 你看到他們的蓬勃是什麼 喔 其實國外他們有很好的環境 嗯 他們有很大的湖 啊 所以他們任何人自己有船 或者是沒有船 他們很容易去接觸到水上這個運動 嗯嗯嗯 那在台灣比較難發展的話 我覺得還是對於水域的問題 啊水域 然後再加上 有法規 對法規 然後再加上台灣人的習俗 就是盡量不要讓小朋友靠近水邊 嘿 因為會有什麼來抓 什麼那一種 國外的好像沒有 說泥斯湖怪之類就沒有別的了 對 國外他們很希望小朋友去接觸水上運動 嗯 對 像你們去哪 你們都出國去比賽對不對 對 哪一個國家的這個湖域或水域 你們覺得哇好棒啊 有這個地方這樣子 如果有出國比賽 就會來看到這個地方這樣 嗯 當時我是覺得就是我要去 最高的殿堂 瞭解是怎麼樣把他帶回台灣 2012年我有去Orlando 就是Orlando 對那裡是真的滑水勝地 所以我就把全部Copy回來 哇那個風格也很拉丁 就整個很熱情有沒有 我就在思考為什麼台灣亞洲比較慢 那我就想說那就是兩個事情 因為台北也有河啊 對啊 對所以河不是問題嘛對不對 然後我想哦原來是設備的問題 設備 對我們從來沒有一個非常符合標準的賽艇 曾經有過一台 但是後來沒有在延續使用了 嗯 所以選手在用的都是 我的一個很好的國外教練告訴我說 大家在比賽車 你們台灣永遠用那個 投拉庫在在練習賽車比賽 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的夢想就是我要買一台 符合國際標準的賽艇回台灣 符合國際標準的賽艇 大概是長怎麼樣子的一個賽艇才是 符合的 其實主要是他可以造出來的浪是乾淨的 是大的 所以他的快艇會有很多針對於滑水 來做設計 比如說他可以把水抽到這個船裡面 哦是哦 對抽到船裡面之後他會增加船的重量 嗯 他會增加船的吃水 嗯 吃水量 所以當你壓得越深 重量越重的時候 他後面造出來的浪會越大 哦 對那造出來的浪也很重要 他浪的硬度跟推力是很重要 火浪還有硬度 所以他還要算到整個船的流體力學 哦 造出來 因為很多船造出來後面尾浪你可以看到是泡泡 都是白滑浪 對對對 但是快艇我們滑水的時候必須造出來是很完整的 就是那種很透明清澈 對對對 就是這種哇 他要那個形狀是很漂亮很明顯的 哇 就像一個完整的跳台 哇 感覺就像是扇形的壽司衣 感覺你真的很懂船耶 對啊 所以賽艇很重要嘛 然後後來還有一個就是教學的系統 啊 對 所以到現在我們之後成立學校之後才會每年都 請國際的教師來跟我們交流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來聊聊的叫做嘻嘻哈哈滑水學校 我以為一開始念叫做我也是嘻哈你知道嗎 就yo this is a water polo screen 那種感覺滑水學校 we're here with Hunter and Sammy 結果是嘻嘻哈哈 對 這邊哈哈哈哈 對啊就像你們現在笑著這樣 為什麼叫嘻嘻哈哈滑水學校 嘻嘻哈滑水學校是當時我們有五個partner 然後我們在想說到底要做什麼學校 其實我們的英文名字叫 Super High Wake School Super High Wake 對 因為台灣當時船的浪都非常小 我們就說我們的學校浪一定要是最大的 用最好的賽艇 哦 所以就Super High Wake那種感覺 然後我說那不行那中文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一直笑都不理我 然後我就說那你們叫嘻嘻哈哈嗎 他說對啊就叫嘻嘻哈哈 對對對 另外三個partner也是 也是就是就是他們一個是藝術家 然後一個也是類似辦運動員 所以他們都非常開心 就是一群大男孩嗎 對 只有你是女性啊 對 那你要管這麼多大男孩 你會不會覺得很累 他們的idea都非常好 我只是把他們idea去執行了 啊 所以不過嘻嘻哈哈等於就是 這一個 學校的一個宗旨嗎 就是說你很開心的來玩 有空來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大家都是這個樣子 哦OK那嘻嘻哈哈的這個滑水學校成立之後 因為這個 你那個Semi 你也是這個台北市滑水協會的副理事長嗎 對 那他這個部分的話 會不會就變得很辛苦 他的一個工作內容 跟你希望從學校推廣的 你們希望從這個學校推廣的是什麼 其實當時成立的時候 只是台灣沒有一個很棒的賽事 啊都是國外的 對 我參加過國手的賽事 但是只有一個紅布條跟幾個椅子 然後我就想說哇我這麼努力怎麼會只有這樣子 是啊 然後我看了國外的我覺得好棒 我一定要把他帶回來 嗯 但是當時我還在上班 反正這些東西都留 包含Orlando的東西都留在我的頭腦裡面 哦 然後後來有一次我們決定要一起買一台船的時候 就跟了隔壁的碼頭就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Porking Space 然後他說好 我們就買了 買完之後他說不行 你們在這邊做教學是不可以允許的 哦 我說啊 那我們船要買進來 我沒有停就像買了車沒有停車場怎麼辦 完蛋死定了 沒車庫 對那一台船要這樣子三四百萬 我就畢生資訊大家都投進去了 哇塞 你真的很怒 真的很拼耶 你們 對啊 那大家就說那只是說我想要滑水 我買一台船 然後我問我的師兄 那些人願不願意一起投資 他大家都很喜歡滑 所以我們買了一艘船 然後Hunter又可以教學 他也可以賺一點他的薪水 好 那我們就完成大夢想找一個Porking Space 這是我們最早想要做的 哇塞 那因為沒有Porking Space 他說沒有地方可以停船 對 那我們我就很簡單 我就想說那沒有得停船 那我們就蓋一個碼頭吧 你們蓋碼頭 後來才知道 哇原來一個碼頭 台北一個碼頭的生成需要十年 所以台北大概只有 你手指是數得出來的碼頭 嗯 對 那我們現在的色子島隱形碼頭 是唯一台北的運動碼頭 嗯 非常辛苦 是是是是 去市政府的時候沒有認識任何的人 所以那個這個協會基本上你今天也是想要了解怎麼樣來協助這件事情是嗎 對 於是他們就說那你們要成立可以你們要一個組織 所以就組織了一個台北市滑水協會 是是是 那前面其實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Nobody 我們不認識任何一個台北市政府的人 啊 對 從里長開始問啊 就介紹了議員介紹了很多單位 後來跟幾個局處的局長啊 處長比較手勢的時候 他們只告訴我說 當時我們只覺得你在天方夜譚 哎呀是喔 對 我們覺得你不會成功 我說因為我在幾年後我問他說 為什麼你們那麼幫我 他說因為我們以為你會不會成功 但是你成功了 哇塞 這個就是這個中間過程一直非常艱辛吧 就是像我剛才提到的 你必須要很多堅持 等到你成功的時候別人一定會支持你 你自己要很堅持 啊 會不會到最後你們就是有協會的去選議員 什麼之類的 為了這個運動的賽事 對所以我們每次去市政府簡報的時候 都說我們真的有在為地方做事 是吧 就是ending 哇塞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的不同 尤其像這樣子熱情的人 感覺好像就是接觸了很多 然後又會了解 你們等於就是愚公移山那種慢慢去找 剛剛在那個廣告時間我們還常說 因為滑水也是會有運動傷害 對 也是從你們兩個人的運動 幾個人運動傷害當中去的 因為你剛剛是有提到說 兩位是也有就是 在過程當中很多的傷 很多的一些運動傷害是 藉由跟合作的醫師 然後他們來研究你們是有什麼傷害 知道滑水有什麼樣子的運動傷害這樣 我覺得滑水這件事情真的讓我 我個人啊 讓我變得非常樂觀 啊就人生不會就這樣子 因為他給我太多的挫折了 對 因為他給我太多挫折 所以我覺得就因為你必須解決挫折之後 你就發現喔 原來也是這樣子而已 是 所以你就會非常樂觀 可是這樣有所謂的partners 對 就一起玩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都天性開朗 就遇到任何困難 他們就嘻嘻哈哈 是 所以現在就是這個協會就是除了兩位之外 那另外三位partners就是全天后一個禮拜七天都在推廣這個滑水事情 其實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我還是有 對然後大家用閒運的時間來做推廣 那主要是辦賽事啊 然後舉辦活動讓更多的人可以學習避免傷害找到管道 辦賽事跟所謂的教學這兩個是這個就是學校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是嗎 對 那賽事的話會未來有什麼樣子的規劃 可以大概跟我們預透一下嗎 2018年有三場賽事 Hunter教練這邊會知道 2018年的話我們第一場會是辦國手選拔賽 會在年初大概5月的時候 2018 19 2019 2018快過了 我想你們太辛苦了 都是陽光 在這個沖繩或者是夏威夷是不管日子的 過不到日子 每天都要彈 What year is this 我們的藝術總監也是一樣 其實是非常浪漫的人 他升級的LOGO曾經有那個2029年 2029年 我一定要印刷錢才發現 怎麼是2029 你們已經是回到誤會來了 這種感覺 所以真的叫嘻嘻哈哈學校 OK 2019年有三場賽事 OK 第一個就是5月的國手選拔賽 他會選拔出就是今年會派出香港的亞警賽的一個選手 那再來就是我們每年會辦的亞洲巡迴賽台灣站 台灣站 這個是走職業賽系統的 對對對 他就是很多職業選手會來台灣做比賽 OK那這個是協會辦 對 這一場比賽非常好玩 外國人來了非常多人 所以我們有跟台北市觀傳區合作 等於是一個就是推廣台北觀光 原來來台北可以滑水那麼容易 對 對在2019年的8月底9月初 8月底9月初 那時候正是這個熱也不太熱的那種感覺 對 這個亞洲巡迴賽從去年 去年開始升格為亞洲巡迴賽 但是這個國際賽是我們是已經 今年到今年辦的第四年 第四年了 那就是國外的選手都很非常喜歡來台灣參加這個比賽 台灣是非常熱情 因為就是Semi都辦得很好 對對對 這時候功勞要給別人 我們 對 辦得很好 繼續加油 他們每次都這樣誘惑我 然後讓我每年非常的累 越半越後 可是我覺得那氣氛就很好啊 對 台灣的賽事是最多攝影師的 每次比賽沿岸都有400個攝影師 而且是攝影比賽 他們的作品都會被放在台北市的捷運的燈箱 如果大家有趣的話可以注意 是吧 因為賞心悅目啊你知道嗎 俊男美女然後每個肌肉都這樣子 然後就是非常身形非常 練這個他其實也是可以幫自己身體塑型嘛對不對 對 超級好 超級好的 本來就是肥滋滋 然後突然變成 六塊級那種感覺這樣 所以這部分的話還有就是八月裡的一個賽事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我們十月會有一個歐美奧的職業賽 歐美奧 每次都會請世界冠軍來教學 對 所以那個是教學系統 這樣 訓練營跟賽斯 哇賽 前面是會有一個大概一個禮拜的訓練營 後面接著一次一場歐美奧的賽斯 哇賽那個又是非常非常經典的 那希望就是說在之後有機會再來上我們再做宣傳這個部分 對 那這個學校如果說想要去上的話其實可以上官網是不是 粉絲團 嘻嘻哈哈 花水學校 花水學校粉絲團這樣子 對 就可以了解 那當然也有就是說想要更了解的話其實可以上 YouTube也有這樣子的一些影像或什麼都有對不對 有我們Superhighway也有YouTube所有的影像都在裡面 了解 在最後的時候是不是可以請Sammy跟Hunter來告訴我們 花水對於你們生命是代表什麼意義 其實花水因為在練習的過程中你會受到很多的疼痛 嗯 很多的挑戰 心理的恐懼 對 那當你可以一步一步去完成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生命非常的有意義 你去挑戰一直在做不一樣的挑戰 是 這個就是覺得從花水當中找到生命的真剔 對 那Sammy呢 我覺得我曾經就是一直告訴大家說 滑水教會我的事情 對 因為滑水真的很難 然後我也曾經受傷過 所以很痛 然後他給我很大的勇氣 是再也沒有比這個更難過更痛的 沒錯 所以金融業的都可以來滑水 沒有比金融業的更難 哪裡大都可以 對都可以來 好的今天非常謝謝Sammy跟Hunter來的節目中 聊這麼多滑水 希望大家有興趣可以上他們的官網跟粉絲也來去看 這樣子的一些賽事這樣子 好非常謝謝非常謝謝兩位在節目當中 謝謝 謝謝 謝謝